打开手机,在应用市场中搜索并下载DJI Ghost App 张开遥控器手柄 安装遥控器摇杆 展开遥控器天线 遥控器左侧的转接线可连接手机和遥控器 完成连接并夹持手机后,张开飞行器机壁 随后,短按在长按电源开关约两秒 分别开启遥控器与飞行器 将飞行器放置水平地面上 手机运行App,在主界面选择U2 上方的飞行状态栏将提示飞行器及传感器当前工作状态 内巴掰动摇杆,启动电机 然后向上推油门杆,完成起飞 你也可以点击App左侧的自动起飞按钮,一键搞定 以美国手为例 遥控器左边的遥控器控制飞行高度与朝向 右边遥控器控制飞行前进,后退或左右飞行 点击App页面右上角,可进入遥控器代单 修改摇杆模式 当飞行器飞远时,左下方的地图和飞行状态参数 可查看当前飞行位置和速度信息 按下遥控器上的紧急停止按钮 可让飞行器紧急刹车并原地悬停 在App左侧的智能飞行菜单内置了多种智能化功能 可大幅简化飞行操作 开启APAS可在飞行时自动避障绕行 提升飞行的安全性 点击一键返航或长按遥控器的智能返航键 让飞行器自动返回起飞地点 App右侧的功能键区域分别为 当前的相机参数信息 调整曝光、拍摄模式等拍摄参数的设施菜单 控制云台抚养的滑动条 以及照片回放键 你也可以通过遥控器的快捷按钮 在飞行过程中自如记录飞行 抓拍魅力瞬间 包括云台抚养控制波轮 可调整云台抚养角度 拍照按键 点击启动或停止拍照 录影按键 点击启动或停止录影 控制飞行器降落 只需把油门杆拿到最低位置 同样 也能点击App上的自动降落按钮 直至飞行器点击停止 轻松优雅收场 如需更多帮助 请搜索大江湖微信公众号